一回国 女友就急着给他接风洗尘 他们在山下别墅玩真心话大冒险 却要用我的智障弟弟做赌注 只因他便傻钱是长跑冠军 女友就让他从山顶跑回别墅 赌他跑回来的时间 弟弟一个人在山顶孤立无援 恐慌症发作后不幸坠崖 直到被好心的登山者送到医院抢救 他仍念叨着要回去找嫂子 我忍着泪水 暴怒地质问女友 他却云淡风轻 让你弟弟争口气 别让他坏了周峰的性质 医生宣布弟弟抢救无效的那一刻 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 冲到沈颜的别墅 推开门的那一刹那 震耳欲聋的启红声几乎掀翻屋顶 看见几人围成一圈 对着中间的两人启红 沈颜正和周峰嘴对嘴望我的亲吻 其中一人喊着 最后一分钟热吻 十九八九 我冷眼看着 沈颜从周峰怀里离开 抬眼看见我 脸色一僵后又快速放松下来 其他人发现站在身后的我 启红声慢慢消失 沈颜择了一声 语气淡淡 别误会 再和他们玩大冒险了 那不经心的态度 仿佛被正牌男友看见 跟别的男人认识 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周峰无所谓的怂怂间 对我一笑 一哥 我们经常玩大冒险 来打赌啊之类的小东西 你别当真 别当真 在他们眼里 什么都不会当真 就算是我弟弟 也只是他们拿来寻开心的诅咒而已 想到爸妈哭着说 弟弟是被沈颜和周峰带走 我的手慢慢攥紧 死死盯着他们 见我不说话 沈颜冷哼一声 一脚把旁边的酒瓶踢开 眼见他即将发飙 他的几个狐朋狗友赶紧转移话题 苏毅 你弟弟快到别墅了吗 你弟弟没傻之前是常跑冠军吧 颜姐可是跟周峰结冻一顿饭 现在你弟弟都没了 颜姐输了吧 哈哈 那颜姐要和周峰约会了 哎 苏毅你别整天吃醋 周峰哥最近不开心 就提议去爬山了 正好你弟弟傻了被整天关在家 他就让颜姐带着一起出来玩 我们也是为你弟弟好 就是 只有我们这么好心 愿意带你那智障弟弟 几人隔翼洋洋 似乎他们带我弟弟一起玩 是对我们天大的恩赐 一声声对我弟弟毫不在意的戏许 听得我浑身颤抖 谁稀罕你们的好心 我声音嘶哑 他们话音一顿 面面相去 沈颜皱眉 苏毅你发的什么疯 我声音从牙缝挤出 星红着眼问他 谁稀罕你们带我弟弟 你们的好心 就是让我心智不全的弟弟 从山顶自己跑回来吗 几人趁我家里没人 忽悠着我弟弟跟他们爬山 看着我弟弟跌跌撞撞 跑下山的样子 哈哈大笑 嘲讽一个智障居然也会听话 弟弟摔倒在地 还傻乎乎转头朝沈颜笑 几人却觉得没意思急了 拥促着沈颜和周锋 走去其他地方玩 没人知道 弟弟找不到人 金黄师措下滚下山坡 我赶到医院时 他满脸鲜血 手脚以奇怪的角度扭曲 见到我尸嘴里 还念叨着沈颜的名字 说要回去 等到我回过沈 他永远闭上了双眼 一声劝我节哀 沈颜 你还是不是人 我弟弟可是为了救你变傻的 被我这么置问 沈颜脸上挂不住 陈生 苏伊你别太过分了 我不是支付你弟弟 所有的医药费用了 周锋搂住沈颜的肩膀 温声细语 苏伊哥 你别生气 严姐也是好心带你弟弟玩 而且他只是脑子坏了 又不是四肢残疾 怎么自己就不能跑下山了 是啊 我们又没让他玩什么过分的东西 一个智障 还真当严解的小舅子 翻腾的怒气上流 我心红着眼 一个一个扫不去 就是这样人渣 不把我弟弟的命当回事 害得他死于非命 我怒吼 我让你们带他去玩了吗 你们是什么赶着上门的贱人吗 非要拉着我弟弟出门 当你们的取恶的赌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一个也别想推卸责任 见我疯了般的样子 他们愣住了 以前我爱着沈颜 就算他的几个朋友看不起我 我也不在意 在他们面前当个温柔受气的男人 他们几时见过我歇斯底里的样子 沈颜沉下脸 苏毅 你别太过分 别以为仗着你弟弟救过我的命 我就会一直容忍你 容忍我 我讽刺的笑出声 眼泪终究止不住往下流 和沈颜交往三年 我以为自己单纯找到了一个知心员 谈了一场恋爱 可在半年前周峰出现后 我才发现 自己是他和好姐妹一场赌局的赌注 赌他装穷后 能不能找到一个不嫌弃他背负巨债的男朋友 可惜 跟他暧昧的周峰立马找借口出国 而我这个傻子却踏进了他的赌局 沈颜许事发现了我不同以往的态度 目光终于往我身上转了一圈 当时抿住了唇 从接到医生说弟弟病危的电话 到看到弟弟惨白躺在手术室的里 短短一天 我双眼哭得又红又肿 头发凌乱 身上还沾着弟弟的血迹 整个人看起来悲痛欲绝 沈颜推开周峰 朝我走来 他迟疑了一下 揉下声音 好了好了 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弟弟出来 他是不小心摔伤了吗 这样吧 我打电话让医生好好给他治疗 别闹了好吗 打电话 你能打电话给阎王爷 让我弟弟回来吗 沈颜皱起眉头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 非得让所有人到你弟弟面前磕头道歉吗 对 我目光凶狠 一一扫过他们的脸 你们不仅要跟我弟弟磕头道歉 我还要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几人顿时被我凶狠的语气给吓蒙了 沈颜见我越发激进 音调也不自觉提高 苏伊你有完没完 非得说些难听的话 闹得大家都不开心了 我都说了是我的错 你还想怎么样 还想怎么样 我想把你们一个个送进去 一个个都为我弟弟的死付出英勇的代价 周峰见沈颜低头 脸色一沉 静止走到我面前 拍拍我的肩膀 一副大肚的模样 苏伊哥 别生这么大的气嘛 是我不好 我跟你和你弟弟道歉 说着 他似模式样的靠近我假装道歉 却凑到我耳边 语气恶劣道 你弟弟果然是个智障 一路跑下去像头蠢猪四处乱端 哎呀他的样子 我还录下来发到网上去了 好玩的东西当然要分享给大家呀 我气得浑身颤痛 再也忍不住抄起桌上的酒瓶 砸向周峰的头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我很烂拿起酒瓶杂 他们愣了几秒后 冲上前反手抓住我 不知道谁趁乱踢了一脚我的膝盖 我腿一软 跪在周峰面前 愤怒与屈辱交织 我恨不得把在场的所有人砸个别 几人狠狠压住 又气又急的说 你疯了吧 是要把周峰给砸死吗 不就是带你弟弟出去玩一圈吗 这么玩不起以后 别想我们喊上你 严姐 他太欺负周峰哥了吧 都低声下气给他道歉了 还这样欺负人 周峰狼狈的捂住头 跌坐在地 痛苦的身影着 沈颜一脸怒气 拽起我的衣领 扇了我一巴掌 我头一歪 脸上火辣辣的疼 却死死咬紧牙关 一声不吭 沈颜眼中全是失望和冰冷 给你台阶不往下跳 还伸出爪子来打人 是不是我太惯着你 我好心好意养着你的智障弟弟 开一下玩笑怎么了 这丢人的玩意 我都没说什么 你倒是上当上线了 我心底里阵阵发寒 明明弟弟是他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弟弟救了他 他早就半身不随残疾了 弟弟也不会变成智障 这就是我爱了三年的女人 以为他是个人 没想到是个披着人体的恶魔 第一次见沈颜时 我电瓶车坏在半路 他正跑外卖 见我拉着车满头大汗 便主动提出帮我拉车去凶 明艳漂亮的脸 洋溢着开朗的笑容 后来我发现他虽然出身平衡 但一直很积极阳光 似乎不会为生活所迫 之后 我们顺理成章谈起恋爱 三年时光 说长也不长 我以为我们会平淡步入婚姻殿堂 可在半年前 周锋出现后 就一切都变了 周锋告诉我 那就分手 我也不是什么非巴着 不喜欢我的女人的天空 沈颜却信誓旦旦的说 想什么呢 我就是喜欢你啊 你单纯善良 不败金 就是我的理念难以 后来 他却一次又一次 跟周锋暧昧不清 在我下定决心 要跟他分手时 偷去晨跑锻炼的弟弟 居然为了救他 变成了傻子 沈颜哭着跟我说 我欠弟弟一条命 送弟弟来我家医院治病 直到他变好为止 可现在呢 嫌弃自己的男友 有一个智障弟子 一再说 我仗着弟弟的救命 恩情威胁他 我威胁他什么了 我仰着头 泪水模糊了视线 记忆中的人 连也逐渐看不清 我真后悔遇到你 分手吧 沈颜愣住了 互不相信 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 他估计觉得 我在基于他家的钱吧 毕竟他的几个好姐妹 也不是一次两次 嘲讽我是舔狗吃软饭 扒着他不放 可我只是想要弟弟 在他家的医院 得到更好的治疗 期盼弟弟 有一天能恢复正常 沈颜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咬牙切齿道 你真要分手 苏议我告诉你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冷笑 跟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 在一起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周峰一脸自责 靠着沈颜 言解 苏议哥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说你 明明你也付了他弟弟 半年的医药费 却为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喊打喊杀的 沈颜眼神越发阴沉 分手可以 周峰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跟他道歉 我就放你走 我看着他 眼里的嘲讽 无不再告诉他 做梦 这表情激怒了沈颜 他深吸口气咬牙说 你要这么玩是吧 那以牙还牙 周峰你也给他一酒瓶 周峰站在他身边 勾起嘴角看向我 嘴里怯怯地说了句 不好吧 沈颜眼神冰冷 鼓励他动手 周峰得意地拿起桌面上的酒瓶 狠狠地砸向我的脑袋 框 一瞬间的阵痛 从头顶钻入脑水 几人放开我的手和脚 我整个人软啪啪地倒下 头又痛又晕 沈颜的高跟鞋踩在我背上 神情巨傲 知道惹路我的下场了吗 告诉我 还要不要分手了 我扯出一抹笑容 沈大小姐问了一遍又一遍分手 难道还对我念念不忘 说着 我哈哈大笑 你见不见了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说我当初瞎了眼 看上你这个狗东西 人和狗怎么能在一起呢 沈颜似是被戳中心事 脸色变得铁青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首富的千金 只要我想 什么样的男人得不到 我挣扎站起来 捋了两把脸上的视法 但待你笑 转身离开 沈颜在身后大吼 你要是跟我分手 别想让我再给你那智障弟弟花天价医药费 我脚步顿住 强忍着哭意 放心 我弟弟再也不会花你一分一毫 就当他好心就错了人 下辈子见到你 我一定会拦住他 让你死在路边荒野 周风立刻愤愤的 严姐 他也太恶毒了吧 咒他弟弟死也就算了 居然也咒你死 我冷笑一声 要是真能咒死你 我一定每天念一遍 都给我等着 我不会让弟弟这么死去 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见我头也不回 沈颜冷声说 既然你连你那智障弟弟也不管 那也别怪我狠心 我一瘸一拐 不再理会他 沈颜连说三声好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弟弟的主治医生 杜医生 停了苏续的所有治疗 今天之内让他转院滚蛋 杜医生诧异的声音传来 沈小姐你不知道吗 苏续今早抢救无效 去世了 什么 沈颜恶然 愤怒地喊着我 站住 你为了在我面前严苦肉挤 居然把我家医院的医生买通了 我讽刺 我是谁啊 有这个能耐买通你家医院的医生 沈颜狐疑 又打了一通电话给院长 院长沉默了一会儿 说 我看信息里 没有叫苏续的病人去世了 沈颜挂完电话 目光转向我 眼神透露出阴郁 苏续你够了 别以为你弟弟救了我一次 你就能再三细耍我 周峰捂住勾起的嘴角 在一旁扇风点火 苏续 我知道你一直介意我跟颜姐玩得好 老是跟颜姐吵架 可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弟弟不当一回事啊 这苦肉机一戳就破 我眼神阴狠钉向周峰 记住了 你是杀我弟弟的凶手 等着爸 话一出 周峰脸色变得苍白如指 我不再理会他们 走出别墅 再次来到医院 弟弟已经从手术室移到了太平间 爸妈在太平间 抚摸着弟弟冰冷的脸 哭得泣不成声 是妈妈爸爸的错 不该让沈颜把你接出去 他就是个畜生 不 最不该的是我 我不该跟沈颜谈恋爱 更不该在沈颜维护周峰时 没有立刻分手 是我害了弟弟 我失魂落魄跌坐在医院坐好 周遭的嘈杂与喧嚣草仆 不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过了许久 我从悲痛中抽回一丝理智 挣扎站起身 准备劝爸妈保重好身体 就在我转身之际 明面走来的 竟是沈颜 沈颜靠近周峰 抬头哄劝着他 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是我不曾见过的温柔与光 看着他们狼情惬意的笑脸 我回想起弟弟死前 仍不忘念到沈颜的梦 念到说着回去 满脸是血的样子 两幅画面冲击着我的脑海 失望 悲痛 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沈颜抬头看到我 他眼中的柔情瞬间 被冷漠与厌恶取代 他冷笑 所以你居然跟踪 我们跟到这里来了 看看周峰 他就是被你打了才受到的伤 我警告你别再碰他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跟在沈颜后面的几人吃笑 刚才说分手不是挺硬气的吗 怎么 这才几个小时就忍不住要挽回言解了 周峰搂过沈颜 得意地冲我笑 嘴里却说 苏翼估计是担心弟弟才这么冲动的吧 我不怪他 说着惊呼一声 我忘了 院长说弟弟没死了 苏翼你真是够了 为了挽留我不惜用尽手段 沈颜的声音充满不耐与愤怒 医治你弟弟半年我已经人之一净 别想永无止境地趴在我身上吸血 也别想用你弟弟威胁我跟你附和 我冷笑 那笑里藏着无尽的讽刺与悲凉 弟弟就下他的那天 他明明说弟弟就是他的在生父母 没有弟弟他早就没命了 当弟弟被诊断为智障时 沈颜信誓旦旦说弟弟的医疗费用他全都负责 直到弟弟恢复正常 可才半年 他就嫌弃自己的男朋友有了智障弟弟 觉得丢脸 看着沈颜巨傲冷漠的嘴脸 胸口熊熊燃烧的怒火喷涌而出 就是他接了弟弟出去 就是他为了周锋高兴 拿弟弟的命下堵住 刚在别墅堵在胸口的屈辱 驱使我急不上前 猛地抬起手臂 把他送进去之前 先打这处成一顿 可还未触碰到沈颜 便被周锋狠狠地踹开 我身体砸在冰冷的墙壁 疼痛与屈辱涌上心头 苏毅 你疯了 居然敢对我动手 沈颜一脸不敢置信 正当我准备起身反击时 一道身影冲上来 一巴掌扇在沈颜脸上 将他击倒在地 脸上瞬间红肿起来 周锋连带着被栽倒在地 是爸爸 此刻他满脸愤怒与悲痛 恶狠狠地看向沈颜 沈颜的几个朋友上前 质问 你怎么打人了 场面一度紧张 引来路人和护士们的注意 沈颜不可置信问 伯父 我跟苏毅分个手不至于 把我往死里打了 爸爸双眼赤红 怒口 畜生 我儿子倒了八辈子 没碰上了你这么个汪子 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问你 为什么要把苏续一个人 丢在山上 他不仅是你男朋友的弟 还是你的救命恩人 不是死命拉住爸爸 此时他已经失去理智 一脸凶狠 是要和沈颜同归于尽 沈颜揉着被打的脸颊 一脸比喻与嘲讽 你们一家人简直够了 还是想说苏续已经死了吗 我就叫他和我们玩而已 可他之前不是常跑冠军吗 叫他跑跑怎么了 文言 我就要松开爸爸 想要上去一脚踹到沈颜身上时 一道纤细勾楼的身影 如疾风般掠过 冲上去又一巴掌 狠狠甩在沈颜脸上 沈颜脸一歪 嘴角缓缓流出一道鲜血 是妈妈 她面目猙獰 想继续殴打沈颜 被沈颜的姐妹 和赶来的杜医生拦住 沈颜怒了 质问为弟弟治疗的主治医生 杜医生 我不是打电话说 停了苏续的医疗费用了吗 怎么他们一家子还在这里 一个两个疯了冲过来打我 杜医生脸色一变 沈小姐 苏续昨天被人发现摔下山 送来医院抢救 就在今早抢救无效 去世了 说到这里 他似乎想起沈颜已经打过电话 不相信他说的话 急忙补充 苏续的尸体还停在医院下的太平间 您可以下去确认 沈颜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猛地抓住杜医生的手 你说都是真的 这时 练长打来电话 沈小姐 信息刚刚更新 今早确实有位叫苏续的男人 抢救无效去世了 沈颜手中的手机坠磨 砸在地面上 爸爸挣脱护士的质物 扯着失魂落魄的沈颜 走到太平间 摁着他的脸对视着惨白的地 你说过会好好带他回来 可现在呢 你个畜生 拿我儿子的命当堵住完了 你怎么不跟他一起下去了 沈颜瞪大双眼 浑身发抖 瘫软在地 见我站旁边 他忽然跪着朝我扑过来 哭着喊 苏伊 我是真的想把苏续好好带回来 我不知道他会跌下山 我只是跟他玩一下游戏 我真不知道会这样啊 他的朋友也跟着下来 剑躺在铁板上的苏续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们平常玩归玩 可没有想过会玩出人命 几人腿都软了 慌慌张张解释 对 对啊 我们没想过会这样 就是让他跑一下 谁知道会发生意外 我根本不认识苏续 也没想着跟他玩 这不关我的事 我们这游戏不知道 跟多少人玩过 怎么他就滚下山了呢 要怪就怪他命不好 他不是常跑冠军吗 这点山路本就很简单 不关我们的事 几人又慌又相互推脱 想着匆匆离开 我喊住几人 一字一顿 你们谁也别想推脱责任 我会按照法律程序 一分一毫从你们身上挖出来 几人脸上毫无血色 再也没有在别墅时的嚣张 也不敢放狠话 扶着墙走出去 周峰被爸爸揪着头发 一脚踢过去 他脚一软跪在弟弟面前 就是你这贱人 一直叫沈颜一定要带苏续出去 你害死了他 周峰浑身发抖 慌乱摇头 我不是故意的 你儿子整天被关在家里 我让沈颜带他出来往外 我又没什么坏心 沈颜反手一巴掌甩过去 周峰没反应过来 脑袋磕在铁床脚 看着苏续死气沉沉的脸 他猛的手脚并用往后退 神情风魔 不是我 不要来找我 沈颜眼神很辣 畜生 要不是你叫我 一定带上苏续 我怎么会带他出门 说着他小心翼翼的看向我 苏续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想要害死苏续 我全部看向 匍匐在脚下的女人 此时他神情慌乱 长发凌乱 面无血色 再也没有刚才大响及的巨傲 你是没想害死我弟弟 你只是不把我弟弟的命 看在眼里 你眼里只有玩乐堵住 可是我弟弟就算是傻了 他也还记得你 你怎么忍心 我再也说不下去 气不成声 和沈颜度过清廷的三年 弟弟也一直觉得她是个好嫂 一个豁出去性命救你的人 你就这么践踏他 沈颜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至少男子被人骗上山 从山上滚下来 金抢就无效去世 新闻爬上头条 可不到半天 就被娱乐丑闻压下去 我赤红着眼 知道是沈颜和周峰几人的家里压下新闻 弟弟被人救上来时 早就有人第一时间报警 结果出来 大代律上也只会判为意外死亡 他们赔点钱 稀释宁人 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可明明是他们故意把心智不全的地理 带去一个危险的地理 又抛弃他任由他自生自灭 这个罪名怎么也上不了 我开始找律师 在网上发声 希望有人录有当时的视频 发给我 每天奔波 当我疲惫不常回到家楼下时 我看到了沈颜 他神情颓废 见到我眼神一亮 却在注意到我冷漠的神色时 懊恼又色索 苏益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分开 弟弟去世我也很辛苦 可人都是要往前看的 他一定也会希望你过得幸福 我冷冷一笑 那他一定不会希望 我跟杀害他的人在一起 我也一定不会 沈颜脸色一僵 当初带他出去是我不对 可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沈颜 你不是没想到 你是没把他放心上 我怒不可遏 大声质问他 他为了救你脑子坏了 根本不懂辨别方向 不懂什么是危险 可你却听周峰的话 非要把他带去山上 我告诉你沈颜 你那几个朋友罪名可能判不了多种 但你和周峰一定逃不掉 沈颜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眼睛赤红 你一定要揪着我不放是吗 咱们多年的感情 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 感情 这时候跟我谈感情 拿我弟弟的命打赌的时候 怎么想不起我的感情 见我转身要走 沈颜急忙拉住我 你也知道我家有钱 五千万或者你随便开的家 这件事就算了好吗 对咱们大家都好 我转身歪头 都说生命是无价的 我要你家的所有 你给骂 沈颜苦笑 苏毅你一定要这样吗 就算真的把我送进去 我出来还是能过得很好 你何必呢 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 我甩开她的手 失笑 既然知道自己进去再出来 还能过得逍遥 为什么要执着进不进去 你既然这么喜欢玩乐 我送你进去玩啊 周峰大概没想到弟弟会死亡 他把玩弄欺骗弟弟的全过程 录下来还发到网上 在他告诉我的那天 我就把视频保存下来了 我以过失智人死亡的罪名 把沈颜几个朋友告上法庭 把周峰和沈颜 间接故意伤害 智人死亡的罪名 告上法庭 几人慌了 不断找家里人施压拿钱砸我 想要和解私聊 要是不和解 那我别想在江城找到工作 可我坚决不和解 不进去他们怎么会知道他 知道后悔两个东西 我不断在网上发声 身为巨下控诉几人的恶意行为 网上得了一波粉丝 事件也发酵了一段时间 在开庭前 居然有个人找到我 说半年前录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是弟弟就沈颜的全过程 还拍到了赵氏司机的车牌和身影 我把证据交给警方 查到赵氏司机居然是周锋 半年前 我弟弟为救沈颜而伤了脑子 那段路况的监控年久是修坏了 还没来得及坏 就发生了车祸 赵氏司机逃走 沈颜被吓蒙了 也没记得司机车牌号 就这么查了半年 也没找到凶手 可没想到被一个户外主播录下全过程 他认的车子是周大少爷的 以为监控会录到早早破案 也不敢把视频发出去蹭热度 却没想到这件事找不到赵氏司机 过了半年又刷到了我的控诉视频 煎熬了一段时间 还是偷偷把视频发给了我 沈颜得知消息发疯了 自己呼了这么久的人 居然要杀自己 周锋痛哭流涕 祈求原谅 我就是太爱你啊 发现你不愿意和苏毅分手 还说我只是图你的钱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就想吓唬吓唬你 谁知道苏续会跑出来救你 我真的是不小心撞到她的 沈颜只觉得浑身发落 她居然跟一个想要杀自己的人好半年 昔日觉得单纯善良的面容 瞬间变得丑陋争鸣 是你害了苏续 破坏了我和苏毅的感情 怪不得你不断地叫我把苏续带上 还开口说赌约 你是怕自己撞人的失败 想要杀人灭口吧 沈颜恨死了周锋 就是这个虚伪至极的男人 害惨了他 周锋见沈颜无动于衷 慌忙跪在我面前 给自己扇了两巴掌 是我不对 可我真的没想撞你弟 咱们私聊好吗 我不想坐牢啊 我还那么年轻 我该倒霉被他们玩了死去 他的命却珍贵 不能浪费一丝一毛 我一脚踢开面前的人 滚开 沈颜一把扯开周锋 所以你也看到了 是他害了弟弟 我是无辜的 只要你撤诉 我保证你和国父 国母一生荣华富贵嫌疑 或者我跟你结婚 我财产分离一半 我笑了笑 沈颜惜迹地看着我 当初打赌装穷游戏人间 如今花费身家买命不进监狱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我对他的感情 早就在他一次又一次 跟周锋暧昧时 消失殆尽 现在只有恨 我恨不得他尝遍一次 弟弟受过的痛恨 见我无动于衷 沈颜又归到我爸妈面前 开庭后 审判下来时 昔日风光的沈大小姐 竟然一夜白头 锁上手铐 被带走的那一刻 她低声对我说 对不起 周锋却在里面不久后 疯了 听说老师大喊大叫 不是我害你 不要来找我 不要过来啊 看 做了亏心事 就算正常人也变成了疯子 去了一个四五县的小城市 开了一家民宿 做起自媒体 虽然没有江城繁华 但我也能养老爸妈度过余生 全文已完结